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我們很多時候都在粉麵店吃到一個炸醬麵的菜式 也是一個很傳統的菜式 這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買了一些生麵 這些生麵呢,去一般的粉麵店買過綠雲吞麵的生麵 不要買麵餅,是不同的 為什麼會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名字已經說了 這叫做生麵 每個硬的麵餅,會變成蒸熟 這些生麵和蒸熟的麵餅最大分別是 它會有很濃烈的蛋香味,而且會比較爽口的蛋奶 但是呢,這類的生麵沒有蒸熟過的 它本身的鹼水味會比較重 後面又拿出麵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有什麼分別嗎? 這類的生麵,我們行內有一件事叫做過鹼 為什麼叫做過鹼呢? 因為這些麵,正如我剛才所說 它出來的時候,鹼水味會很重 一般來說,這些麵回來 我們首先要把它養鬆 把它養鬆完之後 我們一個個放好它 讓它鬆開一晚 讓它很濃烈的鹼水味進一步 讓它離開 為什麼大家在家製作生麵 因為它不能做外面的味道 其中一支一樣的技巧就是這裡 那我這兩個麵 我已經鬆了一晚 這個就剛剛鬆 那我這個就明天再吃 那我先做這兩個 炸醬麵,除了麵之外 肉絲也是其中一支一樣的主要材料 那些醬麵,稍後再去處理肉絲 那這次也是在超市買了一些急凍梅頭扒 做肉絲和大家聊聊天 那買這些急凍梅頭扒 那有什麼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我也是說 要看包裝,一定要有真空處理 那回來,我們放在四處的雪櫃 然後放在四處的格子裡 放在一晚燈子裡 那我們買這些梅頭扒 就盡量選擇這些 梅頭心這些位置 梅頭扒最好吃的位置 就是這些筋 這些位置,最好吃的 反而呢 這塊就沒那麼漂亮了 因為通常在四塊之中 就有兩塊,就放在底下 那我們拿出來 那我現在就把絲 切絲就很簡單了 那這樣按緊 就這樣切就可以了 反而呢 它有一點點硬的就更好切 用一個推刀的方式 向前推 這樣就切完了 那這個筋板 先切完了 那這筋板之後 我們就把它切掉 切完了 在筋板底 一定不要太濕滑 這些也是一樣的 但是切熟後 我們就用一個很暢順的方式去切 這邊就切一半,那邊就切一半 這樣就不用那麼長了 是不是很快? 我們在外面做的... 這些扒是硬切才好吃的 切到最後就收回慢了 那就可以了 處理吉凍肉汁,我們二話不說 放兩茶匙鹽下去 然後用淡鹽水浸泡10分鐘 做這個京都醬底有些很重要的靈魂就是什麼呢? 三匹光蔥,蒜頭,有些蔥肉 我們一定要夠香料,爆香的底 這個京都肉絲才好吃 我們就全部切絲就可以了 又看我的視頻 我經常都說做這些醬,我們一定要夠香料 不要省了一點點 配料準備好了之後 肉絲也浸了10分鐘 我們現在用去沖水 把所有的血水和雪味都沖乾淨 清洗了四次之後 主要是把淡鹽水和血水的味道 雪味一次過都沖乾淨 做這些急凍豬肉 你清除它的雪味 你已經成功了六七成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竅門 就是一定要瀝水 你要瀝透水 你才會醃到它入味的肉 這裏有300克 大概300克 我們用基本的底味醃一醃就可以了 我們放一個湯匙蠔油 想說味道更好 我們放生抽,一個茶匙 放一點胡椒粉 鹽,一個茶匙 鹽,一個茶匙 砂糖,半茶匙 生粉,一個茶匙 放一個湯匙,一個紹興酒 然後我們把所有醃料或醃料 攪拌均勻 把所有醃料都混合 這些醃肉就是家庭式的做法 我們把所有肉絲都放進去 然後把它搓 醃一分鐘左右 把所有的味道醃進去 然後把肉絲都放進去 現在把所有醃料都放進去 剛剛把肉絲都放進去 加一個湯匙的油 然後把油的作用 就是把肉裡面的醃料封住 然後把所有醃料的醃料封住 還有拿到滑度 最好是醃一晚,幾個小時就最理想 今天我做了一部份,大部份我都留下來烹調其他菜 肉絲醃緊之際,到今天的氣肉 說明京都炸醬麵 京都醬汁跟日常做的糖醋汁,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首先,我把糖醋汁拿出來烹調 這個糖醋汁裡面的成分就是 茄汁、糖、醋、檸檬的酸味 大家可以在YouTube搜尋找糖醋汁的做法 這個醬汁是用來做醬汁的,日常生炒瓜、咕嚕肉 都是用這個的 做這個京都醬,還有其他材料 我現在就教這個 糖醋汁加100毫升 加了100毫升糖醋汁,然後加清水 我們先放在一邊 京都醬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辣醬 吃車仔麵的辣醬 還有... 海鮮醬 辣醬我們要加一湯匙 海鮮醬也是一個湯匙 還有一個醬料 甜麵豉醬 哇! 這個甜麵豉醬,大家看看裡面 看到嗎? 已經化了少許水了 我這行路的醬汁是反了 為什麼會反了呢? 曾經用過不乾淨的匙巾 放進去 放進去 現在怎樣呢? 唯有慢慢來買 經過一輪衝風陷陣之後 慢慢來買 一個正常的 大家看看 是完全不會有化水的現象出現的 我們都是用一隻乾淨的匙巾 放多少呢? 茶色 下半個茶匙也足夠 喂!星星,你餵了半個茶匙 你又跑進去嗎? 對啊! 這就是一堆烹調的堅持和執著 大致上這個京都汁的組合 也差不多完成了 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為什麼呢? 做這些糖醋的菜式 一定要夠酸 夠甜 還有醬底 要倒的 辣味和海鮮醬 和甜麵醬 會增加京都炸醬麵的風味 如果大家沒有這個糖醋汁 那就跟著這個概念去調配吧 也可以加適量的茄汁 再調配好色 拿一隻碗出來 有什麼用呢? 拿馬蹄粉出來 放一個湯匙 倒下去 待會收緊的醬汁 為什麼要加馬蹄粉呢? 加馬蹄粉 不會反弄的 再加一個湯匙的清水 這樣就差不多了 為什麼要堅持用馬蹄粉呢? 因為做這些 經刀炸醬麵就很有趣 你直接吃吃就不好吃 做好幾個小時 或者一晚 就更加有風味 這樣我們用馬蹄粉 就讓它有芡 不要太容易化水 我們拿一些肉絲出來 然後我們要先把鑊燒熱 鑊燒到大熱後 我們要放適量的油 然後我們要拿一碗的肉絲出來 那要放多少? 要放三分之一就夠了 然後把鑊放下去 放平它,不要動它,讓它煎封了 煎了30秒,反轉它 再煎封另一邊 當另一面都煎封了,有微微金黃色 慢慢鬆開 做這些肉絲的菜式,不要一鑊鑊就不斷炒 你未鎖到的肉汁,不斷炒 就把肉汁的鮮味炒出來 慢慢放在鑊邊,讓油慢慢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隨即放些乾蔥 用慢火炒香乾蔥 底部有點黏,不要緊 我經常說是精華所在 乾蔥開始看到有微微金黃色 又聞到香味 這時候我們就放蒜蓉 放蒜蓉之後,隨即 可以放所有醬料 一起放一塊 醬料 我們都要推香 我聞到有少許醬料香味 所以更加香 我們放點酒 然後隨即 放些糖醋汁 放在碗裡 倒一點 拌一拌 開一個慢火,我們慢慢煮 現在我們可以試一下味 因為味道差不多 炒完的色 又深一點 而且不夠酸 再加2個湯匙 再加2個湯匙 多加2個湯匙的番茄汁 加了茄汁 差不多了 整體味道 都要夠濃 夠甜 夠酸 現在呢 我們把慢火 拿出馬鈴粉 拿出馬鈴粉 然後 把先放鬆 再加快 把手拿出馬鈴粉 把手拿出馬鈴粉 然後把手拿出馬鈴粉 然後把手拿出馬鈴粉 要快 這樣 這樣 可以將它推到一大小 可以推到它 要推到它更緊 要稠 要稠 這樣 都差不多了 等它煮起來 當汁煮到後,把肉絲倒進去 把肉絲倒進去 拌勻 讓肉絲再次煮沸 把麵糕醬汁完成 現在可以先把它擠起來 醬汁準備好,拿2個麵做點菜 進入下一步,開火,燒熱水 然後準備一盆冷水 醬汁準備好,拿2個麵做點菜 進入下一步,開火,燒熱水 然後準備一盆冷水 準備少許蒜蓉油 在外面做,就用豬油 我們一定要讓水大滾 然後先養鬆2個生麵 放進去 讓水再滾起 很快,隨即用撈機 把所有麵都撈起 然後,異話不說,放進冷水 這個冷水有2個目的 第一,令麵更爽 第二,讓頭一陣很濃烈的鹼水味 然後,沖一沖出來 讓它養一養 等到這邊的水再滾起 然後再放進去 這樣,多久可以呢? 看水呢 水再滾起,這樣就可以了 大約十多秒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這些麵,不要錄得太軟 這段時間,我們有豬油就放豬油 沒有豬油,我們第一時間放2湯匙蒜蓉油 放完蒜蓉油 我們隨即養鬆它 現在呢 把蒜蓉油放進去 現在呢 用這些水來搓蒜蓉油 就相當之正的 那我們就把它弄鬆一下 盡量 準備一個碟 我們就把它放到碟上 在這裡 說得來,碟芥蘭也很清脆綿綿綿 為什麼呢? 有一點點鹼水 這段時間,我們拿回我們的主角出場 喂!一個炸醬撈粗 我們就放進去吧 如果喜歡吃比較酸的,就放多一點點 如果在外面吃,就不會太多肉絲 好了,把它放進去 做好之後,配上一碟油菜就一絕了 吃這個拌麵呢 在外面一般都還有一個湯匙 今天我就不分享這個湯匙了 因為這個湯,我之前做的油渣麵 我也有做過的 如果大家想吃完湯,就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油渣麵的做法 上去Youtube搜尋就可以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這次 為什麼用粗麵來做呢? 之前有些網友說 喂!先生!為什麼肉絲炒麵的 你們不用粗麵去炒呢? 粗麵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很適合做這類型的拌麵 為什麼呢?它麵的夠粗 很容易吸收到醬汁 一起吃 我們以前在外舊酒樓當中 有一個叫做拌麵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拌麵 我們就用這三麵的拌麵 然後我們會把中式炒麵芡 這樣大家會一起吃 喜歡吃炸醬拌麵的網友 給我一個讚好 喜歡吃油菜怎麼樣? 當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炸醬拌麵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 拜拜